花蓮县议会农业小组一行人来到复理乡达兰部部落参访 针对部落所推广的断木菇情况 本身是第二代断木菇后代的攀务本带领议会以及农业处等相关人员 参观断木菇养殖场 期盼可以得到更多资源进到部落进而推广 花蓮县议会农业小组一行人来到复理乡达兰部部落会刊 先是来到养部长 一根一根的木头有些躺在地上 有些则是立起来只有几朵香菇 帮物本说因为刚养殖香菇需要六个月的时间 现在还正在成长当中 农业小组以及县政府农业处主要来 是想要进一步了解达兰部部落所推广的断木菇的情况 达兰部的产业能够更蓬勃的发展 让达兰部的这个地方三宝 在复理成长 然后在花蓮就是开花茁壮 我们花蓮真的非常需要所有的社区 所有的部落 大家用自己的力量遍地开花 让我们的乡亲有好的产业工作 好的收入 然后提供给全台湾优质的产品 计划其实算是在我们南区的部落里面的协会是算是一个领头养 只要你们做的话 其实我们都会影响到我们南区所有的部落 因为我觉得你们做真的非常有心 所以今天我们我们今天过来是非常非常的有收获 本身是第二代断木菇后代的盘务本 带领议会以及农业处等相关人员参观断木菇养殖场 期盼得到更多资源进到部落进了推广 这边很期待就是说在未来的当中 不管是碰到任何困难或是我们在机备上的部落 我是希望说各位也能够大力的支持我们的处长 华林千农业处表示 来到部落有感到惊艳 因为部落里面的行销已经包装技术非常成熟 也相信有部落高手在幕后 针对断木香菇的部分 设备县政府农业处会后会再来做后续的整理 让这里的设备更加完整 记者高双双不宜相采访报道